日子旭 嘿 大家好,我是巴黎有 平常坐在後面 今天很荣幸地站到前面來介紹 跟幾位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一些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 有一些殘酷的經驗 有一些有趣的經驗 今天的題目是 是個最近很紅的反動修詞 叫做我們尊重XXX 但XXXX 這個精髓就在於 但這個BUT這個詞 就把大家有說 就是BUT的重點就在那個BUT 就是 雖然大家常常講說學員權利很重要啊 公民權利 人權 基本人權都很重要 但是實際上我們是怎麼對待這些權利的呢 在社會上在學校裡面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嘴巴上面講的都法律規定的 跟實際上執行的 或者是我們遭遇的有所落差 那一般而言我們通常都會認為說 就是學校應該要 堅負起培育國家未來公民的責任 但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公民教育 我們的生活教育裡面應該要教育他們道德 應該要教育他們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要具有公民素養 要能夠關心公共議題 可是實際上的情況 好像剛好相反 就是當學生開始關心公共議題的時候 家長 學校老師 或者甚至是社會 可能會對他們說 欸不 你只要念書就好了 剩下的事情不干你們的事 等你們出社會 等不上大學等你們出社會 就是從國小我們都會說 欸國小我們有時候告訴我們 我們上國中之後就可以做什麼 但是上國中之後又告訴我們 不 你們上高中才可以做 直到我們上了高中他說 沒有喔 其實你要到大學才可以 到大學就有你晚四年 你怎麼晚都可以 可是實際上呢就是當我們到大學 他們就會開始用未來就業 開始用未來的 對 因為未來薪水開始鞭策你說 其實之前都是騙你的啦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還是要繼續用功唸書 然後你還是不能關心社會議題 因為一方面要你關心社會議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給你所有的時間 所有的空間都只能讓你唸書 而且是唸他們想要唸的書 對 那在正勝高中 或者是在就是一些 我們比較不熟悉的學校 譬如說私立的學校 譬如說職業學校裡面 那這樣的情形好像更嚴重 就是學生他們能夠看到的 他們所上的課 他們能夠關注的議題 就被很大的限縮了 甚至有一些基本人權 像是我自己是指到國三才 就是解除法禁啦 但是就是國三學校還是 雖然明義上是解除法禁 但是還是一直管到高中 高中頭髮太長還是會被學校唸 對 但是這樣真的是可以的嗎 這樣真的是就是 這樣沒有侵犯到我們基本人權嗎 包括服裝儀容 包括我們的言論自由 包括我們的集會結束自由 我們到社會上都應該要有這些權利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一個人走在街上 也可能會被警察盤差啦 就是社會上有所限制 可是在中學校園裡面 在學校裡面 作為一個公民的 呃 公民的實驗 不能說實驗室 公民的賠益營 公民的 呃 育成中心 就是所謂的中學校園裡面 那為什麼這些都不教 這些都不能做的 我們要我們在高中都不能投票 然後藝術社會 在高中在大學都不能投票 藝術社會 藝術社會 就要我們不然變成一個良好公民 這是有可能的嘛 那 反過來說 為什麼 有一些中學生 當他們在進行公民參與 他們試圖表達意見的時候 就會被說是 煽動學潮 就會被說是 屋屋正業 那 煽動學潮 這個詞會其實是一直從 藝術時期 從所謂的訓證時期 留下來的校規 裡面的 一個環節 那有很多校規 其實也都是 大概十天留下來的 對 那就是種種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請到的三位講者 那包括就是 呃 呃 現在是 呃 應該說 南港 南港中一夜的 郭瑞 然後他也是 烏要幫中學校園民主主席會的成員 然後他會講 他會講一部分 就是中原校園民主的部分 那還有 周湘宇同學 他是現在文化大學的 呃 呃 呃 帶一新鮮人 然後他也是正正高中的 呃 你有畢業嗎 我有畢業 太好用欸 還沒畢業 這是 畢業真是辛苦 對 然後他也是正正高中的 畢業同學 然後也在 正正高中編輯過 就是 扯寶這份 呃 那也跟學校發生了一些 呃 對 那第三位是 呃 陳世華同學 他在 搭黑水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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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音嗎 呃 我就是因為我也很緊張 所以如果我講話 太快的話 大家可以跟我講一下 因為我講話反正就很快 那就是 嗯 我先講一下就是 在正生這一年來的一些 經驗和分享 嗯 正生高中關於學選的 就是這一系列的抗議的活動 大概要從去年的一個叫做 三社事件開始講起 那三社事件就是 正生高中的幾系列 就是關於行政的演出師 然後造成學生權益受損 然後有兩個社團 被廢射 那是因為很荒謬的理由 主要說你會平衡 沒有禮貌 所以你就會被廢射 那這時候有幾位同學 甚至差不多就是 這幾個社團的社長 或是重要幹部 一起組長的一個叫做 正生女生聯盟的學學主持 那 因為被學校一起抗議之後 學校這幾個社團 都已經沒有被廢 然後學校也有 做一些相關的承諾 那 答應學生的某些訴求 那這些 這個事件講出來就是落幕 那就是這個 直接開始擺了 差不多從去年的十月 到今年的二月左右 差不多四五個月 那這些同學跟我 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都有在關係 一些社會主題 那我們就一起組一個 意義性社團交叉方式 那並且就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 梅廷永段運動的行 所以呢 我們就在學校舉辦一個 就是 在學校交涉舉辦 梅廷永段 這個議題的相關獎座 那我們從 差不多 因為我原本就有在接洽 就是想要在學校辦 這個活動 所以差不多從一月的時候 接洽到五月 那 講座舉辦 其實是五月二十三號 那這中間學校 因為他們覺得學生 有很多 遇到的理由 學生不要碰稱之啊 上課的時間 不應該拿來做這種事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一些 他們不喜歡我們辦 但因為我們一直不知不知 所以之後就知道 我們在五月二十號這一天的 下午的 班式節 讓我們一般有講座 那結果我們就到了講座 當天喔 差不多在講座 開始九十分鐘 我們家一陣燈到 那學生也進入場 那有我們一到三個級的學生 那這些學生都是有 佼佼報名錶 然後導致簽名 甚至說在所有的文件上面 都有學務處的簽額該長 這時候教務主任突然衝進來 搶走的麥克風說 要求一二年級的學生離開 因為他說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你們不能去辦這個講座 教務主 對 因為教務主會說 我不知道 一二年級的學生 怎麼說 我一定很幫忙大家 讓你們三年級的學生 繼續躲在這裡 只要一二年級的走 他說 因為人家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 那我們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在我們跟學務處教師的過程中 他從來我們有 甚至我們因為很多學生 都是做社團起家的 所以我們經驗都是必須要跟教務處同意 才可以辦行動 那講不到教務主任就要說 我不知道 因為學務處跟我們說 願望你們自己喬好就可以辦 我們蓋長 所以你們可以辦這個行動 然後我們會覺得很荒謬 那教務主任 當場非常的生氣說 這是你們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你們不要叫教掌 那學生就是要走 那學生就是 後來就是 就是被迫要離開 那校長也在場 校長也不是很無奈 就是 我們也很不想要這樣 但是因為我也不希望這樣 但是因為你們沒有好好的程序 所以你們 你看你們還有三個級的學生啊 其實這也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就是在一個外邊 外面就是講者 然後還有很多學生在那邊 我就覺得這非常不好看 而且覺得很難看 然後我就覺得很豁大 那在隔天 當天晚上 我們就發了一個聲明稿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說 有教務主任進來 要給學生離開 然後我覺得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合理 因為比方說 不管是受教權來講好了 比方說 我們學校當中舉辦大大小小的講座 那這也是會佔用到上課時間的 那為什麼我身為一個公民參與 比如說關心社會議題 或者是一個社會上發生事件的講座 就變成說是 不關心 就是變得影響高受教學 那平常你們自己犯那些什麼 有沒有說學生 我想一下什麼 珍愛立約講座啊 或者是 生命教育 珍愛立約 或者是說 如何成為一個 會讀書的學生 這種很一串的講座 那這樣是不是也影響到學生受教育 甚至說某一些講座 會強迫求過的學生參加 那他們就不用參課了嗎 那這些講座聽不懂 所以我們覺得很 很不平衡吧 所以我們就 有做一系列的抗爭 並且打算 並且在五月三十五號這一天 在學校發行的人 一些開幕就是鎮報 不知道你們能夠發下去 因為我們有脫離一些 就是在那邊有一些側方 就是等一下如果 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拉 有兩期 這樣 所以你是念 側還是側 其實是念側 但是如果你要用 注意書法打的話 你要打側 要打側 就是用火災 對用火災 那這個意思就是找我的房子 因為我們把 當中創政堂 就是把我們的 現在的學習環境 比喻成一座招惘的房 就是我們的學生權益 是一直在被侵害 我們不能夠參與公共一起 我們的學校老師 會親門踏戶 軟土深絕 來侵害我們的權力 但是我們也會覺得說 這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說 沒辦法因為我是學生啊 說我不可以返向學校 學生就是要乖 我們覺得這很不合理 你家都燒起來 然後你還在家裡看電視打電話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 就是把我們的學習環境 比如說學校或是我們的社會 比喻成一座找我的房子 那我們希望這個康復能夠 起到的作用就是 可以把那些在睡覺的人 或者是在打電動 在打摟的人給打醒 就是說你看人家已經失火了 會來滅火災快逃吧 不要再就是昏迷下去了 所以這是印象 然後第一期發行的內容 第一個頭版就是在講說 這次講座學生對驅趕的事件 那其次就是講說 兩個事件是 一個是關於我們的 畢業典禮的合唱比賽 我們畢業典禮的合唱比賽 我們畢業典禮的合唱比賽 就是由學校選拔 我們的班級畢聯會來選 就是畢業典禮 我們是一個醫師學生會的 來選出來的人 然後來做一個演唱比賽 結果我們的 國動執掌 國動執掌突然就說 有小部的人不能夠參加合唱表演 就是合唱表演 說因為有小部的人 品德不好 所以品德不好的人 不可以在畢業典禮上表演 這樣子有損學校裡面 迷迷之隱 對 而且皮鞋不乾淨的 也不可以上台北來 全部都要去買新的主席 然後我們覺得這真的太荒謬了 第一就是小部跟品德有什麼關係 第二就是說 我們說 碧聯會是一個學校自治組織 那碧聯會選出來的人 那他們居然已經下方式 選拔那個人的權利給碧聯會 那他們學校就不應該再顧問 這個由學生代表所選出來的人 結果他們居然還要惡度太篩選 還是有小部的人 品格不好 所以不可以在畢業 而且後來他們還說法可以轉換說 因為你們沒有來跟學務處講 所以你們這些人都不算 反正他們的說法就是一變再變 從最後結論就是 人要重選 我們也覺得這很不合理 所以我們就把另外一部分 他們一直在講真理 那所以反正第一期放下去之後 當天是5月31號 那因為我們已經決定 在6月6號就是升級的某一天 我要再學校掛布條 就是選掛四張布條 所以我就在5月31號的當天早上 算完早上的課之後 因為我已經入许大學了 我就會很開心的 下午就請假 然後去還沒買布條 然後我就在火車上還很開心 我還跟貝爾約說 我覺得我要買多大的布條 然後上面在寫什麼紙 結果我一到台北車站出來 然後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就一個 我們同一個社長的女生 就是台方聖 他跟我說 我跟你講怎樣 然後他看起來非常的緊張 他說 不因為被抓走了 不因為就是我社團的美編 然後他是 就是畢聯會 也是學校 幾乎正在高中所有的美編 都是他做的 就是畢業經驗冊 然後你看得到的卡片 珍珠帆 全部都是他做的 其實是玉佑沒編 對 因為我們學校很老 對 然後 他就說 他說他被抓走了 說為什麼被抓走了 他說突然間 國中主長就抓住他的手 然後就把他 就是說 學物主任有事情跟你講 然後他就被抓走了 他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白色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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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 以前大概台灣有長達三四十年 或是 有一點人都會在路上 會找學會打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朋友說 為什麼被抓走了 我也不知道 全人康復被抓走了 他說康復怎麼樣 我說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很緊張 該打電話給另外一個人說 到底怎樣 為什麼他被抓走了 然後他說 不知道可是教官一接一接的 在收報紙 然後他們把報紙全部都拿回去了 並且要學生把他們手上拿到的報紙 全部都交出來 不然的話要記過 那就是學校好像 根據我 禮拜一回到學校的說法 是說學校非常混亂 然後 教官震怒 然後老師很驚慌 然後全部看京東之鳥 跑來跑去 然後自己開會 然後就是要學生把這些康復 全部都收出來 那 反正就是 後來我根據就是回到家之後 我就很緊張 就趕快問他說 那你被抓進去留書之後 發生什麼事 那 被抓走這兩名的學生 那就是其中是一個這個 他另外一位叫做黃西瑩 他現在在亞大流之前丟行的那位男子 然後 哪一個之前 之前千兩天 前幾天那個亞大流行的 就是 齁 亞大流行的那一個 對 然後 然後 那 因為是說 我已經約進去呢 就被學務主任咆哮 他對我摔杯子 然後說 我已經忍耐到極限了 非常的吵 超吵的 那時候 剛剛打光社區的事件 才剛發生沒多久 所以我們都覺得 哇 就是學務主任真是走在死在一間 然後 他說我已經忍耐到極限了 那 因為其實他很難 我很夢想被抓走 然後他說 主任真是是我 你沒有證據你不可以 就要把我抓來的時候 就我做的 他說我不管 因為這裡面寫的事情跟你都有關係 如果不是你還有誰 就說 因為這報紙裡面寫的三件事情 你都是關係人 所以一定是你幹的 就算不是你幹的 你有責任把那個人找出來 不然的話 我就可以退學 他有直接找到退學 退學是 我們一個叫校長的意思 後來因為他都逼問不出 一些什麼東西 那就是 就是最初他大聲咆哮 然後不停的罵他 然後 摔杯子之外 就是學務主任可能就要沒招了 就把他關到一些小房間 哈哈 孩子啊 為什麼聽起來非常有時代感 就是 就是關到一些小房間裡面 然後他就說 小房間也沒有接視器 他錄影帶 就是還有錄影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我會對你做什麼 我們學校對平衡最好的 絕對不會對平衡做什麼 然後這時候 校長秘書就走進來 他就扮演一個 疑似白臉的角色 但是這個校長秘書 我們就知道他真的非常 校長只會講話 他上當偷偷 那他就走進來 就對我們俘書說 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俘書 校圖叫做山洞血潮嗎 其實你這樣子 已經構成山洞血潮了 然後他就總統想說 那校長秘書 怎麼是山洞血潮啊 那因為俘書 他是就是 三色事件時期 他有發動一個 全校的社團的聯繫 然後這時候 校長秘書就 比如說 如果你是熱議社的社長 那你熱議社的權力 受到心態 你出來為熱議社 爭取權力 那就不叫山洞血潮 但是如果你連署其他社長 一起為大家一起爭取權力 那就叫山洞血潮 然後你就可以被退學 深邏輯 對 後面對山洞血潮 定義非常的 神奇 然後我們就覺得 然後音樂覺得非常的後面 反正說 可是校長秘書 真的不是我 他說 我不管 就算不是你面要走出來 不然的話你這樣子 其實你做了山洞血潮 反正他們就是 一直跳根就說 我不管 我不管 我這邊請教長把那個人找出來 跟我屁事喔 反正你要走出來 結果 然後他就一路從 然後據我所知是 中午一路關到了 下午五點半左右 那受教權 受教權怎麼可以吃嗎 哈哈哈哈 那 因為他家住得非常遠 他家住在農港 那就是 就算是搭公車 也要一兩個小時才會到 那就是 當然到我想 到五點半的時候 已經沒有校車了 然後他也沒有吃東西 然後學校有沒有給他水喝 然後就把他 夢裡其後還是出來的 然後他也沒有校車 可以搭車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他非常的水 那另外一位 教官還說 我知道你家住哪裡喔 然後我一發是檢查 對吧 教官就在 就是在證實 他只是說 我知道你家住哪裡 離我家很近嘛 是不是 因為教官是軍人嘛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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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家在哪裡 然後你家裡是做什麼啊 你家裡怎樣怎樣 就是有一些 洩漏他的家裡 個人的資料和情形 然後另外一位 教信義的領生者是說 他也被抓過去 然後教官就 搶他的 就不是教官 是 學務主任 就搶脫他的手 你是直接搶他的手 然後看裡面的情緒 然後他 因為他是突然 也是被突然被抓進去 就是 他的傳言訊跟他的朋友說 我現在在學務處 你可以幫我補一下手包嗎 那學務主任就 間諦息息的 拿起那個簡訊說 你看 你傳了簡訊 所以你一定跟這個事情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在教室裡面 你是關係人 你不要再做什麼 這個邏輯也非常的奇怪 然後會一直跟他說 對 百般的恐嚇 然後威嚇 然後並且就是 要求女教官 拍攝他手機裡面的內容 還有個人資料 還有電話 通話記錄 那那個女學生 當下就是非常的 驚訝 當下就是 可能情緒有點激動 因為他找了他的家長來 一起來 嚇他 學校找了家長 學校找了家長來 一起來 就是 然後家長就會說 你不要早麻煩啊 或怎樣 他其實就是壓力也會非常大 所以當場就是 大哭 後來會有點崩潰 那教官才先不甘情不願的 把照片刪掉 那就是在 5月31號這天 就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都覺得太多大了 他居然敢做這種事情 我真的太多大 那到5月31號這天晚上 我就馬上把這些事情 整理了一些資料 之後 馬上就公布到網路上 然後大家就非常的憤怒 然後很火速的再轉越 大概一個週末就有兩三百次的轉貼 那個時候的網路平台是 主要開始臉書 對 那後來好像有在PTT上面的事 喔 那個也是我 那這也是同時嗎 不是 PTT是後來 就是 因為有人在PTT上發我 所以我就順便回答了 那後來到 禮拜一的當天 就是學校 差不多有點廢了 那附在一起之說 在禮拜六禮拜天這兩天 我們上次都在裝乖 也只是在臉書上面發一些廢 但其實我們現在準備第二期了 哇 很危險 很危險 就是禮拜天的晚上 我們就在趕稿 然後列印 然後寫稿 然後到禮拜一當天 早上 禮拜一當天早上到了11點 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稿子知道 早上7點在寫好 然後我們還要到處去尋找 7點就有開了影音店 然後印1000份 對 我們第一期和第二期都印了1000份 印了1000份之後 我們在影音店 因為第二期總共有三張 然後我們在影音店 把那1000份 用手折 折了1000次 然後我們就有三個人 然後非常痛苦 然後就 然後我等到弄好之後 我就說 好我先進去當標靶 然後你就趁機把康物拼進來 然後去學校便撒 然後我就進去學校 因為我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都沒有人攬過 我還進去教室裡面吃了一家飯 然後都沒有人要來找我 我想說好吧 反正都要簽價 可能我自己去找教官 然後我就去找教官說 教官聽說你找我 然後教官就突然就是 跟你不要吻 態度是180大了 非常難過 我可能說來你先坐 然後就拿著一碗乾麵給我 給我 說 你肚子餓了沒 你要不要吃乾麵 很虛能撐欸 很虛能撐欸 很虛能撐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弟弟跟我沒有同意 所以想說你弟都已經跟我講了 你弟都已經跟我講了 你弟都已經跟我講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博論 你就看我自己看 就知道是你寫的啊 我又不是不認識你 因為教官在高的時候 教過我的文化 可是他說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你弟也說了 還有看到你在做這個 所以呢 你就不要再什麼人 就老實地說 所以我記得 我昨天都沒有把這個 然後我弟也遇到 我可以做這個 因為我跟我弟就是 自己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欸 那我弟根本就不可能了 所以就很明顯看到 教官在塞浪 那他就是想要套我的話 我就說 就根本不知道欸 你覺得這看起來像我寫的嗎 可是我看起來像有那個寫的嗎 我覺得 我自己有那個別的事情 我沒有時間做這個 那所以他就是 一直想要套我的話 然後找我爸來 然後找他來 然後找音樂來 然後找我班老師來 然後找了一些奇怪的人來 然後就是又被關到小廣間裡面了 所以我們全部的人就是 很多人大概有六七個人 然後塞在一間很小的小廣間裡面 然後拿乾麵給我吃 你爸還沒有來 你就先吃乾麵吧 然後一直盯著我的臉 然後叫我吃乾麵 你會說 你就快點承認啊 那你就先吃東西 然後就跟教官講 教官都能夠理解你 就是為什麼很辛苦 知道你們心裡有不滿啊 可是你就快點跟教官講 教官都會幫你們解決嘛 那到了那一天 就是一整天下來 就是一整天繼續 受教學就是繼續被 繼續被當成放棄 就是在講座的時候 做教學很重要 但是在壓迫學生的時候 受教學很重要 然後就說 你們這樣是生動學潮啊 或者是說 你們這樣的學校很為難啊 然後你們一整天 就被耗在那天 該死的小廣間裡面 那其他人看過 你都有 就是我們被關在小廣間 那時候 突然又另外一個教官 就過來 然後叫主任 就叫主任出來一下 然後就說 幹嘛你沒看到我在忙嗎 然後就被找出去 然後就出來 那邊有菜色的出來 就拿一疊摔在桌子上說 在我們講話的期間 第二期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在座的人 都憋笑憋得很痛苦 然後我們還要講 都不知道 就是我們就繼續裝飾 沒有不在場 真的 就說你看教官 我在這裡 所以一定不是我們發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靠別 他就說 我們開單就是請校長 跟你們講 校長承諾的時候 會給你們一個會議 然後就說 你們不會撐出你們 但是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 坦白重寬抗拒重演 那這時候 我覺得我很感謝我爸 就是我爸很支持 我們在 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樣我懷不討厭 他說兩千塊 所以就是 因為我爸有奶 就是一般來說 家長被請到學校 可能就是會指責 一個小孩啊 做那些 就是反抗學校的事情 我爸不是 因為我爸在場聽了我講的 最喜歡的事情 還不去賣 然後我爸就拍子 然後當場罵教官 罵主任 就說 你們這樣就是不對 所以學生才會說這樣的事情 那你現在憑什麼 在講 說要學生負責任 就是當場就打了學校的 主任還有教官的臉 然後他們的臉色就很難看 然後我覺得我爸超帥的 所以這當然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我們家長的 就是太精彩的理由 並沒有像傳統的家長這樣 覺得老實都是對的 所以有爭取到一次開會 就是聽我們講的機會 然後五月六月三號這天 是發了一個任務 然後他說就是暫時停下來 但其實並沒有停下來 我們每天晚上都擠在我家 然後畫布條 所以在六月六號這一天的早上 就是有一些人五點二起床 然後他們就從校門口光明對他的人 走進去 到了一個叫做四圍樓的七樓 因為那天早上 禮拜四的早上 正成高度是固定要升級的 然後在他們升級到禮拜的時候 一把布條的床都丟下去了 丟了四條 大概三四層樓高的五條多 民族已死 權威人在 校園結園旅行承諾 然後這段布條的精彩就是說 他們郭瑞也有參與 布條的那個行動 然後他們就 你可以等一下可以補充一下 你們這段精彩的故事 好累喔 就是然後他們就 從七樓一個跑到二樓 然後中間有遇到教官的指導 那教官的指導 就這樣非常精彩的人 可以請郭瑞來補充 然後他們就從二樓跳下去 然後我的車子就停在旁邊的巷子 因為我的隱石麻繩都沒有駕照 然後他們就全部三個人 跳上了汽車門 然後我們就揚藏而去 所以你有汽車駕照 對我有汽車駕照 也是蠻厲害的 然後他們就跳上了車子 然後我們就養場了 就回到我家玩貓 然後吃早餐 然後其實這 所以到這部分 都還非常的歡樂 直到就是 差不多過了一兩小時 我們接到電話 接到電話說 我們跟班老師 都被學校掌握去考學的東西 其實不太太懂的 只是要求這些老師要 就是變成說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老師要處理人 然後就是 簡單的說就是什麼 我們必用老師來威脅我們 我說 如果你們不出來自首 或是不出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就會對你們的老師不利 那就是差不多那瞬間 我就陷入了抽菸產物之中 那差不多又多考慮了一兩個小時 我們原定好 那我們就自首了 所以我們就三個人 就是我和另外兩個跨步橋的學生 一起回到學校所自首 那說 我們並不只能覺得我們做錯事情 對 毫無回憶 對 毫無回憶 對 毫無回憶 光榮入憶 我們也說 我們沒有不覺得我們做錯的事情 只是 因為學校 像大家都聽得出來 我們做了很多次的抗爭 不管是發報紙 或是直接跟學校老師開會 或是甚至是說被關進小房間 我們祝福球 都沒有念過 但是從政策學生聯盟事件的 三項訴求 都是非常簡單的訴求 像說要求修訂 社產成立辦法 不能夠再讓學校說 你要廢勝就廢勝 或者是說 要補償學生美展 六十零學生 學校忘記報名 沒有報到名的六十位學生 或者是說 要求要學校的 友善的跟學生公共的一個平台 要學生的 學權問題 或是學生的問題 能夠真正的被解決 到現在一個都還沒有理解的 都是一些基本權力 或者是基本的程序 程序的要求 但是學校都沒有 對 都沒有 他們都承諾 在在的承諾 但是在在的說 那我們就是 我們聽了算的算 就是我們經過很多次的抗爭 還有就是溝通 但是學校都 開始說非常的 並沒有明確的想要解決 所以我們最後出了下次 才是掛固條 但是學校還是覺得說 我們是 因為私人恩怨 因為自己對學校 因為講座被打斷 之類的這種 小家製系的理由 所以才做這些事 所以學校 雖然表面上給我們一個會議 但是那就是一個窩頭大會議 所以我們也覺得 為什麼接受這才掛了舞條 所以最後 我們掛了舞條 被找過去的當天 那我們態度其實也才能應 教官也才能應 教官也說 我再也不會相信你們 你看我們那天找你來開會啊 我學校有概念很好 結果你還不是掛舞條 所以我們再也不會相信 我們這些學生也 我們這些都是說謊片之類的 反應 超音不然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我們就反正最後叫 可是他還是說 校長額外的開恩 我們開了一個成績非常大的會議 就是學務主任教務主任 學校所有的高層都會參加的會議 就為了解決你的問題 我對得很好 就是為了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開一個成績很高的會議 是在六月六號 七號那天就是在掛舞條 隔天的週五 早上時間到下午兩點 開了一個會議 那我就教說我們那天 四個小時的大會 對四個小時 然後差不多 但是這中間我不曉得講 我們學生能夠發言的時間 大概只有半個小時 那有時候我們講到一半 然後講到對學校不太有利的部分 比方說摔杯子啊 然後恐嚇學生要沾洞學好 這部分的時候 突然間校長面書就會站起來說 停 我不能說停下去囉 我覺得這地方我一定要講一些什麼話 那我們的話就會被打斷 然後其他的老師也會一起 讓我講話 然後教長面書就可以開始講 半個小時的他自己 沒有重點的話 就是來通過去 然後我們就非常痛苦 然後又沒有重點 又不能夠發言 一直被摸頭 然後又一直被罵 的這個狀況下 就到了校園的臉 然後校長突然就說 已經下午兩點了 我還要去開一個申訴委員會 如果不能再繼續待在這裡了 我們今天就是在這裡先解散嗎 你們的訴求我們都聽到了 你們的訴求我都聽到 那學校會很努力的去做 我們準備好了 對但是 就是說 你們雖然提出這些訴求 我們學校有答應了 但是我們也不一定要做啊 說不定你們在說的 學校已經有人在做了 然後我們就問我們 不要被趕過去教室 然後又不能 沒有東西吃 非常餓 然後只要說 可是你們不會餓喔 畢業典禮喔 所以我們最後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開來這個會議 因為13號就是下個禮拜 是畢業典禮 然後他有怕我們餓老 畢業典禮 所以才 就是勉勉強的開一個會議 然後假意的答應我們的訴求 那這一天就是 這個學習 我的高中生涯就結束了 雖然說我的英文還沒有過 所以還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然後到了 再講到暑假的行動之前 我要先提一下畢業典禮當天 雖然說學校說 我們已經接受你們訴求 那你們就開開心地去畢業就好 但是在畢業典禮當天 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已經曝光的人的身邊 至少都一到兩個教官在旁邊看 那只要你只能站起來 就像你廁所說 你要幹嘛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很緊張地說 你在幹嘛 然後每一個人都一直看著你 一直看著你 然後突然說 你今天過得很開心嘛 之類的 然後我們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還要再講 就是關於 一些 或我們在三家生育運動的時候 可能現在會不會結合 或者是 但這些事情 在自身工作的時候 會發生的 就是差不多就是在 6月3號 就是禮拜一 我發第二寫這一天 我是去吃甘油 然後教官突然就說 你知道我都已經掌握了情資 然後就拿出一疊值 一疊值是什麼 我翻一翻 全部都是我和其他人的 臉書的內容 就是比方說我在臉書上 他可能分享了 轉貼了一張圖 然後我在底下回應 哈哈 然後就會把那張圖截圖 然後把它捏起來 然後你看你在底下回應了 所以你是當事人 然後 然後 或者是說 然後就會很多命運麻麻的 都是我啊 或是其他人的回應 尿杯啊 尿杯啊 這是蠻專業的 特徵組 可以做總統喔 你一下到年間去爭彩 然後就是 圈起來 然後在旁邊有很多 紅皮寫的註解啊 或者是一些內容 那因為在 第一期的當天 所以我發一個收明稿 那我就請大家都要轉貼 那我跟同學轉貼了之後 就有一個底下 我就說 這寫的還不錯 誰寫的 然後他們說 好害羞喔 然後就把那個截圖說 你看你承認這個 是你寫的 但是那個跟報紙 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聲明稿是代表 說什麼 那報紙是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你看你看承認有你寫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你寫的 報紙一定也是你寫的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陣陣 晃晃一點的 我們的臉書的截圖 然後讓我這樣非常的不舒服 不過差不多到這裡呢 我還是就是 成功了畢業了 就是到了九八月多 就是我成功的 通過了英文的重複修 所以我有拿到畢業這個書 讚 我沒有說 記者會 喔記者會 然後到了 大部長也不知道 就是高中 現在有一個叫做 校務組件那個 就是會有教育部的委員 然後去各個高中 然後 有評鑑一些硬體完體的順勢 然後會有一個評鑑 那 只要等我找到幾等的高中 就可以找到一個叫 優質化高中的東西 那 正正高中非常多 就是一個虛擬 但是我認為 正正高中不配稱為 優質化高中 那所以就在一個 在記者會 十月六號這一天 不是 就是在校務評鑑的 十月六號這一天 我們就看守了這一天 在正正高中的校門 會舉行的記者會 那有一些就是 就是 有一個在影像資料 就是 舉辦了記者會 然後 然後 希望可以就是 讓正正高中的學生 可以知道說 嗯 學生可以知道說 就是 學校是不夠格 得到優質化高中 那 它是一個非常不尊重 學生權益的學校 那 它也是一個 就是 並不把自己的場所 當一回事的學校 所以我們那天大概只剩了 十個人左右 在校門頭就 立辦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舉牌 並且抗議 但是 必須要說就是 校長藝術仍然沒有 我們 解答他出來 然後要求我們 他一個代表 然後記者不能跟 進去學校裡面的房間 裡面跟他好好談 簡卷入問 對 然後我們當然就說 不要嘛 他就說 然後就說 那我們就說 那我也沒什麼好談的 所以就 兩次的出來 然後也沒什麼在跟我們談 就是講一些廢話 然後又進去 然後就不見了 那差不多記者會當天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那就是 正身高中從去年的 三社事件到 上個月開記者會的一些 經驗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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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分享 這個 怎麼說 人生如氣 戲如人生 有的時候 真實世界 比我們在小說 甚至在歷史故事當中 看到的各種情節 都還要去這裡一起 對 非常多具有時代感的 譬如說小房間 譬如說 被抓走 對 被抓走 或者是有一些 現在還在把 開一個大會議 但是沒有任何的結論 或者是說 再三的出來 用你的頭 然後希望找你進去談 但是又指找你一個人 或者是指找一些人 但其他人都 不能夠進去 這些情況也都現在還在發生 其實有周香玉跟我們分享 這個 等一下你可以補充 就是等一下最後 請你補充一下 現況如何 那我們現在可能先就 那個 運動的過程中 或者說抗爭的過程中 學生是如何 就是 譬如說如何串聯 如何構思這些行動方案 那是不是又有 又有遭受到什麼樣的挫折 或者是 有遭受到什麼樣的傷害 那可能請資深的 煽動學潮的前輩 有多次煽動學潮經驗的郭瑞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 種種抗爭 或是種種公平參與 他有可能會受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 怎麼樣去 就是 撐話或是參與這些行動 對 大家好 我叫郭瑞 兩字 然後現在 收學中 我在賠優工作 就是接一些文化部的攝影班 然後去這邊做看護 陪陪阿包中的搞成生 做一些 帥流媒體的 或是地方媒體的 外界公益的連續 這樣 然後 然後 所以 我在高律的時候 因為在 那個 在 正南論壇 就是現在 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東西的 正南論壇 應該就存在 超久之前的論壇 所以在正南論壇 的論壇 發現 有不要幫這個東西 那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 在生成到高一 剛 剛生成到高一的時候 想雙眼的 先到設設板 然後 依照最學校的 創設 創設程序 可以 填 創設表單 之類的東西 去給 報仲族的部長 所以我要創設 然後主長就說 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打工有 我們打工商有 設斷實力辦法 但是 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然後主張是 虛解 就是 我們上櫃裡面的 創設規定 總 嗯 總之就是 就是不給你創麻 就是很麻煩 不過 最後 因為我 每天 下午都會去找 主長 他問一次 就是 真的不能創麻 真的不能創麻 然後 然後主長就說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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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 看我審議 然後 也非常沒有理貌 好吧 這個算是很困難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在我當時高明 那時候發生之前 然後 因為我 沒有我頭的時候 就還蠻喜歡社會客 就是社會客 然後 所以我相信台灣是 我民主有法制的 可是 剛好 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聽大家說 普通是最多不能幹 可是在上高中就 不能自由了 所以你要 上高中 所以 總是 我是姓恆 然後 相信可以到 台灣有民主 台灣有法制的 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 就被 就這樣 打臉 就是 因為 教會是學校訂的 然後 學生一群 這個 呈現程序 來 進行社會 但是 協助到是說 然後 然後沒有在上升 之類的 然後 然後 所以就 就 小小事情 就章飛幾歲了 自己不受傷 對 然後就 搞錯誤 搞錯誤 然後就加入五大王 加入五大王 對 然後 在五大王 經過半年的 專業巡變之後 就變成了 職業報名 因為職業報名 就是會 上街 參加遊行 參加手抖之類的 這個時候 就回去了嗎 對啊 那你自己還比我早 哇 哇 學長我比你早 那個時候剛好也在 就是 國王史的話 是不是 嗯 沒錯 這個 國王史的話是 2007年 2008年 2008年 2008年的 年底 就是 11月12月的 然後那個時候被 就是因為 不要忘了擔心 認識了 達到水溝的 新社長長不改 所以長不改 拉近綠囊去 做 做 恐嚇 然後 就是 接著 認識到了台灣的社會 一些環境議題 然後 然後就 參加了 國王史的話 就是這個 環境議題 然後 也 就是 朝北去了 國王史的話 一定地方院的 一兩次 就被 大地跟 台灣人 這些人 容易感動 所以 所以 現在才會 在外聊說 一些工作 另外也有 因為有這些 在 社會上看到的 的機會 都會在 會想要 陪到高職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所以 剛好有個機會是 就是 在高二的 下學期 剛好有個機會是 有學校 有 學校要辦校信 校信的時候 學校學生 做表演 來 愉悅 就是 來自校信的 總觀論 然後 我在 三月底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 在 看他會的時候 就看到 這個校信 校信表演主題 有一個叫 環境保育 一個主題 好像跟 環境議題 有關係 所以我就 立馬 在班會剛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 在寫連署案 所以我們要辦一個 行動區 然後 都要 譴責這些 不一樣的 實話工業之類的 廣場 然後 還把 就是 在 在班會的時候 就把 活動內容 呈現形式 跟 手續人員 道具 這些都 想好 然後寫在 一張 A4的手續後面 然後就交給 就是交給 台下的 就是連署 然後 因為 大家覺得 然後覺得 阿不然 就是 如果不用我的點子的話 那 這個 就是這個 坑交 他會最少 同學要去 整辦 這時候 做 連署提案 就是用很正式的方式去 帶 關會上提出 然後這個也通過了 然後之後 我不用交 差不多是五月 中五月 然後 大概 三月到五月的時間 就 我就開始在 港工裏面 辦 綁國光的產座 之類的 都在找自己的時間 辦 就是讓 開放給 全校 全班 因為當時 比較沒有總 所以就在 就在 就整理我們自己辦 對 就是讓大家知道 王子王子 為什麼要反對他 或是 然後為什麼我們 小心要不改這個主題 然後就在 我們來他們討論過 然後我們老師也 超 非常支持的議題 然後 就是 就是 我們班老師會播 他自己的課詞 讓我們去排練 這個行動區 然後 終於到了 校信的前兩天 這樣 發生的事情就是 我把 我的臉書 就把 我在我的臉書上面講 我們禮拜六的校信 要辦 一個這樣的行動區 就這樣而已 然後 隔天 就是 我們校信禮拜六 就是禮拜六七天 禮拜五的下午 就是 就是 就在上這的時候 照顧 照顧是站在 我們學校的 我們班上的旁邊 然後說 各位同學 麻煩你過來一下 然後班長也一起過來 好 然後我們就被帶到 樓梯間的旁邊 然後就 好 校官 是不是跟學務主任 就拿出了一張 黑色的紙 然後上面 那張紙當前是我的 我的臉書 我的臉書內容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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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致了 畫笑之間的 非常驚人的小動作 而且就是 三年級的事情 是白 是誰 然後 這張紙當中 指說 這個 這什麼內容 這就是 理念說的理論 不是 這是一個警察 就是一個警官 剛剛好想要 來給我的東西 說是警政署 是情報局 情資主題 對 對 那他會覺得 很緊 過來給我的 之類的 然後 校官就說 你是知道 在大學生育上幹這個 是不是 你是受哪一個 議員 哪一個議員的知識 可以幹這個活動 然後 校官就說 沒有嘛 然後我們就只是把 那個 蔬菜 五粒跟稻米的圖案 大土書書 然後做成熟 大板子 然後還有一個 類類類類類的 就是這麼長的 海豚的 模型 然後 我們只是 就把他手印蓋在上面 然後 情報局結束之後 我們 要喊那個 濃郁永續 青年鄉庭的口號而已 我們 我們並沒有要 做什麼政治 政治的活動 我們也沒有要 做遊行怎樣 我們就只是 做個表演 然後結果 就換說 我們剛剛直接說 就是 你是這個 活動的主辦人 所以你要負責 如果當天 有任何媒體 要來採訪的話 我邀的時候 我會上次 你去自訪你父母 你父母 就是上次那天 要出來 出來負責接受採訪 所以你當中 學校會 不要放棄 對 你這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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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堅持 要辦的話 說什麼事情 我們就掌聲 委員會見 然後 然後 所有主要就 方向說 就是 這環境很棒 我們很支持沒錯 可是 健康學生 辦任活動 可以 健康學生 辦任活動也可以 但是很高科學生 要辦 就不行 神佛情 好 高科學生 然後 在問 看不起 義肢體系 因為我們分數低啊 就是 就是 當中一集 我會最多人 就是當中一集 是 為什麼 健康學生 可以 難道高科學生 就不行呢 結果 所以我只能說 因為 健康學生 副中生 他們畢業之後 上大大學之後 他們可能是 做這個 就是做社運動的 可是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講完 講完 所以他是說 健康學生 副中生 以後 或是他的家長 他父母就是做這個 可是 可是 在這樣 國民黨早就早 他原句怎麼講 他原來怎麼講 他說 健康學生 可以做 因為他的父母 或是他的女后 就是做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 抗議之類的 然後 然後他就是高職 但是 他好像說 高職畢業的 學生就是 可是 有時候現在挑這個 吃飯 對 對 就很奇怪 就是他們已經把 就是學校的 某種奇怪的差異已經 內化到他們 定型 對 或是說 高職生的 就是高職體系的 實施抱著這種心態去 在 對待高職生的 嗯 可是就是 然後 我們班長 我說我們班長 因為我 就是 我的班長 就是我班長 就是我班長 就是我領域 所以我們班長 就覺得壓力非常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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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自己針對我 然後我一直這麼說 我們不會出現 敏感的 自虛 敏感的 標語啦 之類的 然後 就當天晚上 就被罵完了 晚上就去 我就在演出上 幹條件的事情 太過分了 教練怎麼會 就是會很滿意 就是他們知道我是 為他弄出來的嗎 哈哈哈哈 搶一下 之類的 然後就 來自己演出上 然後 禮拜六 孝心的時候 三天下雨 所以 我們的活動 就是那個 觀禮 最長觀禮 的活動取消 就是你們那個 表演的活動全力 全部取消 對 全部取消 因為遇雨 對 沒關係 遇雨取消 然後 然後 因為我上次那一天 我吹過頭 說老師 我們班倒 非常緊張的 打給我媽 因為老師很擔心 我被 所以我被 比較幻想起 我會 會想不開心 對 對 然後 禮拜 禮拜 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的時候 就是 記者從我演出上面 抄新聞 抄到 我的言論 然後 真心就 爆了 就是我報紙上面的 A2版 爆了半盤的新聞 哇 哇 好酷耶 A2版很厲害 A2版 然後 就是我 坐在桌子上 很難看 那邊 就是 就是 爆很大 然後 我也是一樣 當天下午 就是 抓到 還是很緊張的 直接 下車的時候 然後我站上 然後吼出來 不然都出來 然後 然後接下來 就是抓著我的手 就是 我手把我拉到 把我拉到 就是 伴奏 伴奏 拉到 校長吃 然後 我就坐在校長吃的 會客室 然後 跟專家坐下來 然後專家就把包子 丟在 那個場地上 啪 看這什麼 看這什麼 你到底是受了誰的知識 居庚 居庚 我說 我沒有嗎 就是可能 我每逐上有記者有關係吧 之類的 然後現在 校長也出 有 校長也出來了 我問的校長還不錯 就是 有 自我爸的事情講得來 然後 然後 專家就一直在比心說 我沒有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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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然後就覺得專家就 就為了 為了 然後就跟校長講 我的 東西 然後 這是第一次小房間的會議 小房間 對 然後我回去告訴了 如果 我要放的成員 就是 不要放大家 然後 剛好 然後我禮拜一晚上在補習的時候 人本打電話過來 所以要幫我開記者會 然後就是前修行六位公司要幫我看 說問我能不能去 或是能不能來代表去 我就說明天要上課沒有辦法 總之禮拜二人本就開了這關 有時候這關就出幾幾回合 記者會 然後看完之後 這關就把我拉過去 還好他是叫我什麼時間點到校長次等他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不會有什麼事情 我就先拿他給班導 正式班導陪我進去 他是一個更正式的場合 雖然是 但是校長要聽過我的意見 然後校長表示說他會 不是他知道我 然後他不會記我 就是校長承諾不會記我股東學潮你 然後你不會輸出我 然後會請 然後會請 這關在那裡好好播放這樣 所以教官之前就有說過你可能是股東學潮 對 然後說我們講成為原件 他不是說要自己播 他是直接提高到了 就是 發生為原件的成績 就可能不是大部分能解決的事情 因為 對 因為如果要國中學潮如果要退學 或者是怎麼樣的話 可能要進獎頭委員會裡面 然後 各種複雜的程序 對 就是 國中規定是 他就處罰有四個人 警告小過大過跟大小委員會 對 然後常常委員會都是 偏不到傳學的 的 那個程序 類的程序 對 然後我們這校長是 有承諾我不會有成主 然後就放了一口氣 然後 然後 然後之後 因為他太吃得快了 所以這件事也鬧得不小 然後學校的就是 學校的學生有知道 然後 我們就是那五 國中學校第一位教官 就是在他的 那個進訓課的 就是他的教官幾句 去說 因為 據說 這位國中規模同學 是因為他受了 是受了 是受了真正容的影響 所以他才會 一向我們白宮級教官 教官是斷無辜的 然後 我們那些 很偉大的 很厲害的 就是學長姐 因為受了 教官的 就是換這樣說 教官 在也就是 在高 就是在 我學長姐的眼中是很 很神聖 很好 很nice的一個教官 所以他們就幫教官創的 也可能直接教 文田加油 我愛你了 我自己也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對 因為 對 對 就是生氣完之後 會 有很多學長姐 就是 有些班級 通常高空的 學長姐 然後也有在 演出上面說 這位同學 那麼白目 就西部教官 我們要好 我們要好好照顧他 照顧他 之類的 然後就說 就有 就中午 就要來讀我的 小型 我們班長知道的時候 非常保護我 說不認同事情的時候 不要來 然後你先來 工廠 幫我吃好我 然後 就好危險 這樣 然後我們工廠老師也知道這件事情 對 嗯 就是 嗯 工廠老師當中 工廠老師也是有 社會意識 然後 大學的時候是搞學生 用的 然後 他就 然後 那時間的 時候是 工廠老師帶我上 上下學 這樣 然後就很感謝 然後 最後 就是 這件事情是 就是 那個 學長 學長姐畢業 畢業之後 就 沒有這樣 畢業 對 然後就很感謝 所以老師 整件事情最後是 就是 安然 安然 對 不過 就是 在 就是 在 在 消息前兩天 被 被 高一 高二 才是小小光 高自身而已 然後 就被 用那麼嚴厲的 延遲 用那麼 重的 口氣 然後用 以前 經驗執行才有的 主動學長的 這個 來威脅我 就是 那時候 就是 小小的心裡面是 太怕 會不會晚上睡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 被有人燒門 然後把我帶走 然後人去了 然後 的確是這麼恐懼 然後 因為 也沒有類似 網路上沒有類似 的人 有這種經驗 然後 我是真的不知道 會怎麼樣 不過 他那段期間 有 無曉光的 成員陪著我 就是會 陪陪討拍 之類的 然後 會有一些 生活一般的部分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 就是 依然決然就 放棄學生運動 反而是更加憤怒 更加想要 報復 這個體制 或是改變他 這樣 然後 好像 最後那個 教官 跟 就罵我教官 跟 那個 通報的 警官 有被 抓去 被司議會罵 對 所以 專長會 就是 忠擁他的班級學生 這樣 然後 接下來 就到 高三 高三的時候 沒幹嘛 因為我到學之後 所以會跟 班上同學 所以 所以不會 就特別 沒有跟班上同學 或是 有一些行動 對 然後就 安然的突破 上學期 然後就跟那個 小官 天天打架 天天吵架 嗯 不過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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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的 就是我在高樂 補充主堂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覺得 高職員 越來越不好 所以 所以我最後 是沒有畢業的 就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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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的關係 讓我學習越來越低落 就是 剛剛不想去學校 然後 所以算是 放棄高職學業這一關 所以最後是考一班大學 那就考學測 然後到現在 會 會 會更想要做點 會 為高中學生做點事情 就是 不能讓三年前的事情 到三年後的今天 繼續發生 或是可能 未來三年到 三年的時候 這種事情還會去 就是還會 就是還 到時候 到時候的學生還會被 做完 這樣嗎 這樣欺負 就是 亂不亂看到這一點 非常 在場地去 繼續做大學 所以 才會就是 到震神去 去 跟他們一起 掛布教 掛布教 對啊 那你覺得 有改善嗎 就是 雖然三年前 這件事情 還有上到報紙的第二版 但是 三年之後 好像 看起來還是 好像 還是 差不多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是 需要更多的社會的人 在中學教育 就是這個程度裡面 在 在讀書 在教書的人 就是 要繼續的持續動下去 所以你覺得就是 師教的 就是老師的這個 這個位置 會是很重要的 一個影響 也不是 嗯 就是 因為 教師的 一本 就我覺得在浩老師很多 但是教師的學生 可能會沒有社會意識 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 社會意識的 中學生 就是 可以更敏感 可以知道 有個學生在這邊 都要來 常常教官 常常學校 對 你還有 還有什麼 要補充嗎 補充嗎 什麼運動傷害 或是什麼 還是那個 運動傷害 就是 就是 發布導師 發布導師的時候 發布導師的時候 有發現一件 發布導師 對 所以發布導師的時候 是 因為我跟 鄭森的兩個 兒章跟 二輪等 一群 一群就是 一男一女的 同學 五點的時候就去 鄭森高中 埋伏 然後 所以我們 聽到大門的時候 有老師問我 欸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沒有啊 這是我們當作那個 畢業到 畢業到 畢業的 故事的東西 也沒錯啦 你就是畢業 然後我們就 很順便進去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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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鄭森高中 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做很 非常詳細的廠攤 哪一套 我們有鑰匙 哪一套 我們有遙控器 所以他們很順便的 到了 七樓的 那個 秘床 然後 就 把這支器 蓋好 就是用 用窗簾 蓋好 然後 很輕聲的 把 布條捲好 然後 捲在那個 柱子上面 然後 等到 他們要陪站的時候 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那時候 我們就往下跑 因為我們有很希望 他就從 從二樓脫軌 然後 我們在二樓 我們在三樓 我下到二樓的時候 遇到我教官 然後我就被教官 發出了 我說我 我說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被教官壓制 在樓梯的 就是樓梯的階梯上面 我就裝死 哈哈 我說你怎麼 為什麼 所以 然後我就裝死 然後 然後 然後就在放了 他要陪我 我也要陪我走 我放了之後 就在樓梯離開 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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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樓廁所 然後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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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ulation 這 然後可能錄音但都可能要打個比賽 對 對 好緊記性 然後呢 其實另外一名就是這幫人 就是比較老的這幫人就做得上來 然後就繼續裝 然後就是他表面裝的 我們剛剛就慶幸的 慶幸的離去 然後我們就 趁他的旅程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 把就是我們的二樓村台 二樓村台換遍是 一屏斜線往下的鐵皮屋頂 好 然後大概有 二十公尺長 然後我們就 從這邊的窗台 跳到那個屋頂上面 慢慢走下去 慢慢走下去 然後再從 那個鐵皮屋板 鐵皮屋 鐵皮屋頂的這邊 跳到便利箱上面 再跳到一樓 然後就是在從二樓跳到一樓的過程中 就是刷牌一台 那個AIR 好久 雖然說可能順利撲 會有撲 沒有 我覺得他有點損失 不過大家玩的是很開心 所以我一直認為 我們去抗議去收場 其實不會得到什麼 就是不會得到什麼成 但是 但是最有效的 最顯著的 就是我們很開心 很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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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認為 在收運動的時候 我們還會 因為 學校的 就是我們因為政府或學校的一些 言論而跟他們傷心 很難過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要有正確的運動姿勢 有健全的精英準備 然後去面對這個 很 很堅韌 很 很堅韌 很壓迫的體制 或者是 對 或者是這種運動傷害 對 所以 在運動之前 不如不妨先跟 我爸認識的表現 讀論一下 然後讓心有的體 讓他去 去迎接那種 恐怖的事情發生 然後也感謝我 最後我爸其實 一樣的難聽我 就是 我跟我爸講說 只要去我同學上 然後我爸都覺得 學校怎麼可以要欺負我兒子呢 然後我爸都非常挺怒 然後 常常打電話去罵教官 所以 讓我在那段時間 沒有被教官 真的怎麼樣 對 好 謝謝 謝謝郭瑞 謝謝 從郭瑞的分享 以外 就是 平常說 在不同的學校 在不同的學校之間 即使跨業了三年 但很多事情其實還是一樣的 難道現在證實事件之後有沒有改變 我覺得 也沒有說非常樂觀 另外一方面 也聽到說 就是 夥伴啊 或者是其他人的支持很重要 周翔宇跟郭瑞他們的家長 也都 也都算是 很注重自己 自己小孩的意見 然後也願意 就是 聽他們把這件事情想提出 然後也願意就是 支持他們認為對的事情 對 那這樣 這種支持者的角色呢 就是在 中學生的公民參與 或者是說 在 不管是 中學生 或者是在社會上 各種抗爭其實都蠻重要的 對 那個 烏鴉幫呢 或者是 像 黑水溝社 他們 有 很大一部分的業務 就是在扮演這種 支持的 主持者的 就是 跟 怎麼講 跟 抗爭的主體 比如說跟農民啦 跟工人啦 或是跟 受壓迫的中學生一起 一起構思 一起策劃 那 他們 在抗爭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遇到一些事 會遇到一些狀況 比如說 可能會遇到學校壓迫 或是可能需要開機診會 那 學校可能會有一些說詞 會有一些 拿著一些 扯著一些 法條 然後當作 就是 拿著雞毛當令箭啦 然後就是 當作藉口 來壓迫學生 那 就是有種種的情況 那 接下來可能要請 就是 陳赤華同學來分享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那 應該怎麼樣應對情況 那 像剛剛 郭瑞說的就是 抗爭開心就好 那 這是一種健康的心態嗎 我有點懷疑 對 就是 譬如說抗爭可能需要 有些什麼準備 或者是說 你覺得 中學生的公民參與 他需要有些什麼 什麼的準備 或是 有一些什麼方向 那可能請你來分享一下 好 那就趁著報酬的介紹 就稍微 先提一下 當時我跟 鄭森這群的關係好了 那是 當 當時的情況呢 我會講一下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 那個學期裡面 我們 烏鴨幫 開始辦一些 討論性質的工作法 然後討論 去 辦各個 中學校園的新聞出來 然後討論 可能校園裡面 性別議題啊 或是誰 或是一些其他學生議題的好東西 那 那個時候 就稍微跟 鄭森的結尾東西 開始變熟了 然後一直到 差不多學期末 他們 發生講座事件的時候 我一接到消息 馬上 整個火都上來了 雖然很動 我們不要那麼冷 對 然後就開始 密集在扣大開會 然後討論 該怎麼 跟學校 然後 先開一下 嗯 但其實我高中 真的沒做什麼事啊 其實我高中 真的沒做什麼事啊 真的沒做什麼事啊 只是約談 約談的一些教官 然後 不是啊 找教官們出來 丟到店而已 高中的時候 就找教官 對 所以聽了一些體制內的聲音 那 後來上大學 現在大士生 大學期間 在輔大裡面 其實也是持續的 做一些 學生知識組織 學生知識組織 還有理智內的東西 不過成員 回到那個 證生 證生那件事情 證生 包括 剛才可能 湘宇提到的 他們在證生 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還有 更前面的 三年前 各位在他們 他們高中的時候 做的事 會提到 一個很大 很大的因素是 校規這一塊 然後還有 教官 教官這個身份 那 校規這一塊 我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 我們在 從法 從法律上 對校規的理解 就是 校規 它現在其實 是很曖昧的東西 就是法 法院不是很完全 可是 因為也沒人管 教育部不太想 弄這一塊 所以就一直放在那邊 放給它爛 然後 我們現在 現在 現在各大學校規裡面 其實存在了很多 已經過時的規定 像 即使在大學裡面 都還存在 對 各大學 各高公司 那個規定是很可怕的 但是 那個規定其實一直放到大學 都還有 可是可能高中的教官不太愛用 高中比較愛用 所以像 古東學朝那些承受 像 古東學朝三年前 我們都知道它已經是完全違法校規 已經 教育部應該已經下過了一個中文了 但是很多學校還放著 那像這兩個學校其實都是 根本 沒有普通學校的教育 可是 讓班長在裡面 也是教育 所以他們就說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兩個所學校已經沒有 這次有嗎 這次有 後來拿掉的嗎 變成 發放 未經而准之 不屬家務 或協助發放者 可是 那是網站拿掉 那個側還有 就是 現在變成 發不屬家務 或者是幫忙發以後 可以退學 而且現在就是更有的 更有針對性的在線 說 嚴明自由 跟 認識會接受的自由 這樣 好 我想講一下這位 我們還是 focus 在高中校規的部分 高中校規它其實 最嚴重的情況是 我們所謂的校規 其實主要是講 兩條跟我們學生有關的東西 一個是學者 另外一個是學生講成辦法 學者它其實 我們不太會違反 它裡面就規定 我們要學多少學生畢業 然後要上哪些課 這些東西 然後出席要怎樣之類的 它其實不太會違反 但是 學生講成辦法 它就是一個問題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目前為止 我們找得到的資料都還只是 差不多 美國90年 91年左右 那個時期 好像是哪裡的市政府 辦了一條規定 然後裡面 裡面就是有 那條規定大概就是 現在許多 普遍學校的校規的原辦 所以 他們都是依照那條規定裡面 抄來抄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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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 很多東西 是不適合現在的管理環境 然後校規它的問題 學生講成辦法裡面的問題 主要是在於 可能明確性原則的部分 就是 照理說 學校 他在大法官設置裡面有提到 學校它作為一個 行使教育學的機關 它是代表中下單位的 所以 大法官設置認為 不管是各級學校 大學 大學也好 生育大學也好 然後還有 接下來中小學 這些學校裡面 它其實 每個學校都 每些學校都必須要受到 跟政府機關一樣的那個限制 政府機關其實不是他想做什麼 就可以做什麼 他任何職權都是法律賦予他的 法律沒有說他可以做的 他其實不能做 所以 校規在 校規在這一塊上面 他其實大大違反你的原則 就是 他去訂了一大堆 法律沒有說 他可以做的資金 那 譬如說好了 我們常常看到 如果 在校 在座各位 還翻了出自己的高中 學生手冊的話 應該可以 看一下裡面的 學生教育方法 然後裡面常常會提到 什麼 毀壞校運者 然後還有 像是 辱罵社長者 對於國家運手不僅 對 對國家運手不僅 對國家運手不僅 大過一支 他寫得非常寬鬆 很不像我們法律會寫的東西 那 這些東西 他其實 作為一個政府機關 或是 代行政府機關的一個機構 教育機構 他不能夠把自己的 內部國立寫得這麼寬鬆 對 然後 重點是 有一條蓋瓜小團 那 蓋瓜小團就是 他在 他 想什麼辦法行是 大概這樣 就是 你可能違反校運 然後 輕微者 記憶警告 然後 有點嚴重的 記憶警告 然後 我覺得很嚴重的 那就記他給我好了 然後 非常嚴重 會選 之類的 那 這些辦法裡面 中場最後一條 還有一條 我們像是 蓋瓜小團 他是 非常邪惡的東西 他會幫你自己說 嗯 所以我剛剛 上面練了很多東西啦 很多條規定 可是 如果 我腳本人發現 還有其他 其他合乎 合乎 合乎這類型式的 其他合乎這類型式的事情發生的話 那 我也可以進行警告小郭 問大郭 也就是說 只要他覺得 他覺得可以記就可以記 換句話說 這件事情 疫情 或許也是要揮功於 正式 政治權 的努力啦 後來 在 今年十月初的公定會 立法院公定會裡面 教育部有親口承認說 他們覺得 蓋瓜條款這些條 是很不妥的 每個學校都應該修掉 對 因為 這一個條款 其他合語上行事者 這種說法太不明白 太不明確了 他空白授權給 所有教官或是老師 他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所以 這是目前 法規面的進度啦 那 剛才提到是 包括那一場 立法公定會 三次政治事件的 後續 後續也知道 我們 時間 再拉回到 六月左右 六 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 就是因為 講說事件嘛 然後整個活了上來了 然後就想要 好好的去討論一下 什麼東西 啊不是 怎麼跟學校協調的東西 對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 烏鴉幫 其實是沒有 沒有掛名出來啦 但是 就在旁邊提供一些 可能經驗上的 然後還有 就是比較 輔助支援的 對 對 算大部分 大部分 幾乎都是他們在家身體 弄的 在那個過程中 我們有發現幾個 重點 像是 就是 其實他們第一波行動 第二波行動 第一波行動 是講 講座那件事情 還有 戰爭之後 戰爭之後的 灌火條 發炮指導 刮火條 這些情況 其實 我們都 也都媒體記者 可是 幾乎都沒有見報 也就是說 這個媒體環境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嚴峻的 然後聽說 這跟自己覺得 像有一些媒體關係 所以可以打掉 不少 不少的 新聞 新聞 對 所以 在這種媒體環境底下 我們在做 高中 通常運動的時候 其實 很需要想到的是 我們要把那個媒體的詮釋 全到自己手上 我們要靠自己的方式 來記錄我們的東西 所以 其實 包括講座事件 還有後來的 我們 逛火條 我們都是 自己 找人 帶相機進去 然後拍照出來 然後寫新聞稿 然後在那裡頭上面 等發 然後第一 這些效果 雖然 勉勉強強 就有 幾十萬的人吃 可是 在當時 如果能夠見報的話 應該能夠有 更好的 更好的錄光率 但 這也是受勸的媒體環境 只是 如果 未來有想做什麼事的話 也許 媒體這件事 是很需要注意的 你必須要有 想辦法 拍出自己的照片 然後用自己的話 用自己的話 來詮釋 你們所做的時候 你們遇到 你們所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們 受到的狀況 對 因為 就算真的找媒體來 他們會怎麼報出來也不一定 對 那這時候如果有新聞稿 他們就會很懶 就會直接來 直接來吵 那這 當時 當時的事情 然後 一直到差不多 九月多 不知道啊 好像民國記者 又把正正的事件 挖出來 挖出來 繼續吵 然後 就突然 立法院拿教育部 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於是 我們就看到了 於是 就 教育部被抓去 立法院開公平會 然後 才有了一些 一些效規規定上的進展 說 這方面 同樣也是這個事件的延燒 在當時九月的時候 教育部就已經承諾說 他要 在限期一個月內 檢討所有高中和大學裡面 不合時宜的效規 其實他去年還是 對 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其實有影響過的 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事情 是陳維廷 對 因為陳維廷可以引爆 沒關係 然後好像被 沒引爆他質詢教育部長 然後 其實他只是質問教育部長 沒有回應 為什麼沒有回應 學生訴求 然後只會 就是讓底下人 去關切 關切學生的公民參與 那後來 就是 應該是 高校 後來是 學圈校組 學圈校組 就直接去找教育部 然後就要求教育部 要 要 要 針對不合時宜的校規 要進行 徹查 所以當時 然後當時就 承諾說他們會去 徹查 那個時候大學 大學還有高中 還有高中 這些不合時宜的校規 只是 過了一年 然後 九月了 他們再次說 他們要在一個月內 解決所有的 審查 所有的校規問題 不過 據說 差不多 花多少時間 其實我自己就是 檢查了全 全台灣所有的高中 高職的校規 需要花的時間 其實光是 就是只靠 教育部提供的學校資料 還有一站 因為每個學校 都必須公布自己的學生手冊 其實差不多 無論你專心做 一天就可以全部做完 根本就不需要一個月 好 然後 一個大一學生 一天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但是教育部 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做 而且他去年的程度 沒有 但是他今年 他說他還要再花一個月 然後今年花了一個月之後 還是漂漂的 到現在什麼都沒有 所以可能下禮拜 我們還要跟其他 其他教育團 一起開季節回來 這是 只有現在 現在教育這一塊上面的進度 拉 拉回到 中學校園的運動 我覺得需要去談的是 但是 在校園裡面 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 為了要判斷來說 一方面 一方面覺得 做事情的人 他必須真的 有想要做 不可以是外人 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 是 再來是 我們會 會覺得 在中學裡面 你要做任何運動 尤其是在對學校的運動 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 像剛才講的 側發這幾個編輯 這幾個編輯 還要做什麼 主謀 可能都 可能都是高三生的 然後他們 分別都已經有學校 所以不用 會不及有 他們甚至可以不去學校 挺多難民業者 所以只可以放下去 但是 如果說高一高二生 想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這就 就先得到一個 還蠻大的危機點 是 大家有聽到 剛才郭瑞的經驗嗎 他高二的時候 只是在 只是在 校信員會上面 弄一個環保的議題 就是被教官弄了 然後 教官就在課長上面 去講說 他們可能 這個學生怎樣啊 然後 去補貼他說 後面有哪些事情之類的 這種 這種情況 在高中裡面是很可怕 你想想看 一個 你每天可能要待 每個禮拜 可能要把 五天六天在裡面 待上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以上的地方 要被 在那樣的地方裡面 如果有 一些 老師教官 這些厲害關係的人 他們去 跟他選 對 針對 對 對 針對某個學生 針對 對學校福利的學生 講了一些 可能 不太友善的話 那整個環境 對你來說 對你來說 會變得很可怕 一個每天要待上 八九個小時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 一所監獄 所以 我們會非常 覺得 非常不希望 就算 我們都知道 高中雖然裡面 他充滿了各種局權問題 那 就算是這樣子 真的要行動之前 我們還是要想清楚 到底 你能不能夠承受 那個 學校的抽獲算賬 抽獲算賬 這件事情 甚至還可以再拉到 我們教育議題的 升速制度上 目前我們教育議題 其實沒有一個完善的 升速制度 就是 大部分的 學校 學權問題 我們教育部的設計 是 你就 在學校裡面擺音 然後學校就開始做委員會 然後讓 製造問題的那些 老師跟行政 然後來 來決定你這樣是不是問題 然後 如果提出來的話 那這樣子 升速制度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 就是 做院政裁判 對 可是在 如果你不靠學校 就升速委員會的話 你能怎麼解決 解決問題呢 那可能 我們想到的就是 某教育部 教育部他開放的管道 其實只有部長信箱 然後部長信箱 如果你不小心 他原則上就是 你記什麼他就回你什麼 然後 然後再發文給 發文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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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學校 誒有人 有人說什麼事情 我們要想一下 然後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危險 就是 當 教育部發文給學校的時候 學校就不爽 然後他就開始 真的是學會做什麼事情 所以 我們提教育部的部長信箱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 一定要 在信中助理 我們要匿名 不然的話 教育部完全沒有那個 sense 想要 會保護你 他會直接把你的名字說 誒你們學校是什麼... 說你們學校怎樣 你們要不要處理一下 然後 這是 一個很可怕的環境 所以 其實 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遇到很多去提算數 然後 可是 因為 因為去提算數 因為去提算數 學校直接找這個人出來說 或算上說 你敢去剪輯是不是 那 之後學校讓你好多一點 對 所以 像這種情況 我們很不希望 我們 在高中的教員裡面 我們可能還要在裡面過上兩三年的時候 就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 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 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狀況 甚至我 就像各位一樣 會對自己的學業 都失去興趣的 所以說 真的要做什麼的話 要去做學權的東西 在高中裡面 我覺得 這是很需要銘伏的啦 到底 你這樣做 會不會影響到 你目前身處的環境 然後還有 你身邊 有沒有足夠的夥伴 可以一起做什麼事 像 正成這樣 他們其實是有 社團聯合回基礎 那 好幾個社團聯合一起 一起推一件事情 然後最後才會 然後 才終於有一點點成功 雖然在校內還是沒什麼效果 對 現在還是 那個效果 至少他們幾個都 安然的 離開學校了 然後也確實 就是在 至少在校外 或者在教育部 可能有一些些 被關注 對 可是教育 中學的 學權分禮 他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 是教育的 可以改變 對 所以 真的是 如果要做什麼的話 好好評估 自己身邊的混伴 夠不夠 然後做些什麼事 能夠達成什麼效果 那 附帶一提 中學的學院 這組織也不太完善 該 在那個 在學校的 學生參與上 不太 不太能夠有發言權 就是 比大學還要變嚴峻一點的環境 那我補充詢問幾個 一個是說你剛剛 有幾個教官的部分 那可能要 就是先去分享一下 你對教考 然後你的 高中 高中校園裡面 甚至大學也 然後還有教官 他可能對教官 是聽他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因為剛剛聽到 教官的 呃 在校園裡面 存在好像是不太 不太正面 對 那另外一個是可能要 我印象 好像是 因為四至六八九 是不是 他好像有學生的 權力 都比較 六八三 六八九 六八九 六八四 沒有 因為 六八九 對 他好像有 有 把學生的 生素管 然後 拉開一點 讓他可以 請您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好 那我先講 四至六八四 他其實是 在更早之前 忘記哪一條呢 反正 更早之前 某一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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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把 三八二 好 先講三八二好了 三八二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 在拉法官解釋裡面 他是認為 各級學校 各級學校 你都 算是 政府 政府功能的 代行機關 所以你必須要 受到一些 受到一些 政府機關 該有的 限制 然後 包括 像是 你可能 讀學生的學籍問題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 照產區來 不可以 自己隨便這樣來 就是 三八二主要講的那種 那六八四的八 其實又把 範圍拉得更寬了 就是 就是 六八四 就是六八四裡面 他是提到說 你在申訴的時候 你不只是 你想到學籍的東西 可以申訴 各種 你想到學籍的東西 都是可以申訴的 那 我覺得 是可以申訴到 那個 行政法院 因為以前 地下法院 是不能 就是 除了學籍之外 好像不能夠進行政法院 所以六八四 六八四的話 他的重要學籍 可能是 六八四 在高中 其實是 這時候學籍 才到學 其實是 六八四的情況下 他解釋的是大學 但是 他沒有說 高中的實現 對 那接下來講到 就是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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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教官的過程 教官這個生物 雖然我們前面 把他們講得多麼醜 那 教官 其實 他們是一群 非常 熱導任怨 然後 耐操 學校很喜歡的生物 超學 學校很喜歡的生物 他們 大概有三 他們大概有三個 主要的 對學校來說 的功能 呃 工作功能 警衛 警衛 學校的聰明 那 這三個東西 大概是我跟他們 聊的過程中 等你出來講 一個 一個是 國防公式教育 對 因為現在不能講 進訓教育 他們都說是國防公式教育 然後 這是第一個功能 然後 也是 現在高海 教官做部校園的時候 我們回憶說 很好的案件 接下來 你就 你就去冷吧 那你進來 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學 去冷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進來教育一下 當老師就好了 那 這是他們主要的功能 那 主要可能 最適合他們做的功能 那第二個功能是 哦 他們說 是 學生輔導 整個班 都說學生輔導 其實就是 教程規定 雖然不知道那些教程規定 算什麼輔導 然後他們可能 然後教官 欸不是他們 教官可能在 求學的過程中 或是 考教官的過程中 也沒有經過 也沒有經過 可能專業的輔導訓練 那 不一定要 那 我想像中是 應該還有吧 那 第二功能是 學生輔導 第三 第三功能是 他們覺得 啊 教員安全 警衛 對 警衛 為什麼說 教官很耐操呢 因為 他們 一方面去冷精神 日暴的裡面 去幫學校出現很多 學校 其他老師不想做的事情 很像哪 學生講成 還有 再來 就是 教官都會 職班或是事情做不完的時候 他們 都會在學校只熟一整夜 所以 學校其實 還蠻虧欠他們的 就像 他們就找到院 當一個警衛在那邊 然後 再來講 教官跟學校的關係 對空地學校來說 教官就是一個 不占老師名人 然後可以進來幫你 出現很多 老師可以學校出現雜文的角色 那對私立學校的言言 就更棒了 因為 教官的錢其實是 國發部出的 那不是學校出的 所以 你聘一個教官 都是要到一個倫敵 所以私立學校 聘教官 多聘幾個教官 他又沒有花錢 他非常樂意 這大概是 教官在學校的保全 也可以多共產保全 也可以多共產保全 沒錯 所以我們在 在談教官退出教育的時候 就是 根本還是 不管是保全還是 不管是保全還是 學術老師 其實都有 更適合角色 可以來代替教官 也不一定要 把一個軍人房 來這邊做這種事 然後還參加軍部上課 那他可能可以 就是 偶爾被聘來當個 課桌獎師之類的 就是 軍人特殊校園 喊很久一直以來 希望達到目標啦 可是 雖然喊得 八年有了吧 對 八年以上 我記得肚子 對 不是很久 就是 現在的教官 八年前就已經決定說 啊 八年前決定說 要 教官入學復補 他能逐漸退出校園 可是八年後 現在其實還不斷的 去調各種校官去 對 他就去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 一學復補啦 這大概是 教官這一塊目前不懂嗎 好 那 那 你如果沒有補充的話 可能 請 周先生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現在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放給大家 問很多問題 就是 震聲啊 或者是社團啊 或者是 就是 撤爆現在的狀況 好 然後我現在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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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高雄現在的情況 那差不多在我們暑假期間 我們就介紹我們學弟 因為我們比較是有暑假孩子的 就是還有教老師的訊息之說 比較現在要求 就是以後 只要看到像我們這種 有在關心社會問題的學生 比較有自主義者的學生 可能我們機會結證過淺的學生 資料就幫他們打到學問書 給他們看 然後他們就要 關心一下這些學生的 所以關心 然後就是 然後我們的班導師 或是跟我們比較親戚的老師 也一直在被約談 聽說你們有沒有參與 學生自己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所以一定有老師在網邊幫忙 或是 支持他們這樣做 才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那就是 現在的學生的狀況是怎樣 那其樂就是說 嗯 假期間有 正常都有畢業 就是跟我們同一屆的 拿著正身高中的學生證 要進去學校裡面找老師 他是進不去的 因為主張中 你會被學校造成違憲 所以畢業生證 你拿著學生證 你也進不去 那 第三點是 第三點是說 我在祖下差不多八月底的期間 我曾經就是瀏覽了正身高中的觀光網架 因為他們曾經承諾說要增加 社團的養證辦法的相關七則規定 那 他們承諾說 我們在 就是 暑假結識之前 一定可以看到生活 然後你們也可以在網站上面看到 可是我就 相信他們說 那欸 我們要再結束 那我上網看一下 如果我上網看到 那他們成功的 就是 正常成績辦法 並沒有出來 甚至他們還偷偷的改了校規 把原本的山洞學潮者 就是 普通學潮者 可以輔導授學 變成說 暫發未經何准之故事文件 造成校園不安者 輔導授學 還有一條是 協助暫發未經何准之故事文件 造成校園不安者 就是可以 有效查看 就是你幫忙發言 也是有效查看 如果你發言就是被退學 要約能否大 因為 因為我詢問的 就是在學校 學生會的學生 或是學弟妹 屬下期間 當然不能理會 什麼效果會議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關係 要學級 變更 或是學生權利的 這個社會團 的那個 校位修正案 是沒有已久學生代表的 也沒有會議紀錄 甚至是說 在我們參加了 有一百億禮拜農民會之後 教育部的官員給我們說 就是任何一所高中學校 他們只要有修改校規 其實都必須要報復 就是報美教育部 要通過的時候 他們才可以實施 但他們當然也沒有報復這個 這個層的這個手續 他們就直接拿來用 所以這是一個不符合的程序 然後也不得理論原則 然後什麼 全部都不得理論 一條校規 然後我們就很理所 都要來拿來用 並且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還說 你受我們這個條款 就是因為撤包而設立的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太危險了 就是 他直接 校長面就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直接說 對這個東西就是撤包條款 那甚至是說 到了 對近來講 直到現在就是 我們開記者採訪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老師 我自己還是有跟一些 比較幸運的老師在聯絡 那就是現在學校的老師 就是有點白色不夠的狀況 他們不能夠在這場上 發表任何的支持我們的言論 因為有一些跟我們親密的老師 其中一個音樂老師在我們 放入場期間 他幫助我們很多 可能讓我們休息 拿東西給我們吃 之類的 那他現在是有可能 就是 批約到時候是可能 不被續聘的 那學校在他的辦公室旁邊 因為真的是天主教學校 請來一個行事任務員 坐在他的旁邊 監視他上課 那我覺得我介紹很荒謬 那就是 正身高中現在的情況 那以我自己的狀況來講 我接下來還是會想要繼續做 就是 都學校英語組這一款 因為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講 我知道就是不管是四五年前的馬功高中 或是三年前的南堂高中 到今年的政生 或者說最近 大家可以關注的就是 新北市的竹林中學 他們最近也發生了許多荒謬的事情 像是 新任的校長補掌學生 或者是說 或者是一些 反正是很荒謬的 你要是校規縮政案 然後要求學生 當妙品 檢舉自己的同學 如果你檢舉自己的同學 你先拿兩百塊 你檢舉他們兩個牽手 你就有兩百塊給他 對 這些都非常荒謬 但我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做下去 比如說 我希望不希望 比方說法國 比方說南港 比方說政生 或是現在的主理 我不希望就是這樣同樣的情況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 然後你再次製製 然後你就是不停地發展不下去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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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證書法 好像有一些要問 有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提 剛剛有提到 老師可能之後就會去病了 那老師一年一定這種制度 有一點 其實有一點違反老幾法 只是一直以來 老師都設定格還蠻安全 還蠻安全的位置 所以沒有被提包出來 可是 照理說 老師作為一個老公 他是不可以 就是用一年一定的方式 你憑下去 其實正直的話 就是最好是可以 上面做下去 大概 不像正直 好 謝謝 那在場有沒有朋友 想要想 就是對這三位 或者是對 整體學院的權力提問 那我們先收集 剛好三個 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請他們分別回應 裡面回應 那個 黃昀姐 謝謝 好 呃 好 那個 我想要 呃 問我以前的學長 郭瑞 就是 以前不是現在也不是 好吧 就是 呃 郭瑞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在遇到港公 這麼的 在不管高中值來講 都是台北市公立裡面 算是最封建 然後也是最不自由的學校 嗯 在這個當中 學生或老師 都是會有很多 呃 掙扎吧 比如說不管是想要避你們想 或者說想要幫助你們 這些都是 那你們會如何說 應付著不同的老師 不管說是他 他是你們的敵人 或者是朋友 對 因為 現在在港公 要 要搞掉 教官就很困難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樣抓自己的朋友 或是醫院 對 好 謝謝 謝謝 我等一下在這裡問 那接下來是這個問 謝謝 大家好 就是 我想 就是聽到 剛剛的狀況是說 馬公高中 然後 白馬高高 然後 正身主力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是 並不是所謂的名校 那 這幾年來講 它並不是所謂的名校 它發生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 其實這某程度是一種進步 也就是說 這是什麼叫做某程度是一種進步呢 也就是說 長期以來 在這些學校當中 他們在社會的階級上 其實已經被定位為 叫做二等人 那私立的話叫做化外之靈 二等人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就靠做工人一個人 化外之靈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是家長會撐出來的 所以你們這兩種這種系統的 怎麼會跟公立高中在一起呢 那公立高中是貴族啊 對不對 公立高中貴族 公立高中這十幾二十年來 早就已經本來就自由觀了 對不對 所以 其實某程度這樣子想回來 雖然我們剛剛是 存在那種比較悲觀的態度 可是 這樣想回來其實 會不會某程度上 它其實是一種 是一種進步 也就是說 我們有什麼有可能會在這個地方來做探討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還是可心可賀啦 我認為還是可心可賀啦 另外一個可心可賀的地方是說 是說 它 被彰顯出來了 我不知道各位不同意 因為我自己感覺到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 本來來講的話 整個教育改革是二十年來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不分啦 那這個不分的概念在學生身上 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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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實踐的 可是這個不分的概念 當它被實踐的時候 是 大人們幫我們分的 而且是策略底力要幫我們分的 那 可是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呢 我幫你同不同意啦 就是說 這是一個進步的概念 其實是一個 這二十年來的成果 換言之 我認為教育改革是成果的 不然你們不會有現在的這種狀態出來 否則你們是連聲音都出來的 我的思考是這樣 好 謝謝 因為這次還是我的文件小朋友 現在想起來應該是 將來十五年前的事情 那是一位小女兒 我的大女兒 念小學二零級的事後班 我當聽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陳世伯 你提到 講到學權 我有一個 學生權利嗎 我有一個 我想 請教你一下 就是說 你們現在所謂的學生權利 這個權啊 是 口水權 還是文字權 什麼意思叫做口水權 還是文字權 口水權就是 反正 我要怎麼說 又怎麼說 文字權 就是 來自那次 在這個 所謂的 聖友 董事者 中華民國政府 建華下的 民文規定 你當一個學生 具備什麼權利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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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過 所以你要問 問題是 我已經澄清清楚 就是說 你們到底了解什麼 因為 我認為 你們 你們當 當 人家 尊重你的 學生權 是 尊重你的 學生 口水權 還是 尊重你的 學生 寡力 使用你的 權利 這要保持 這要保持出來 如果你們 牽手 追求的都是 口水權 的話 那 就會跟 這位像是 跟概念一樣 你們現在好像 有自由了 或 比以前的 我們自由了 這位真的 有華麗的自由 種 這才是重點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們講的 就是說 你們真正 年輕人 自己要追求 因為是當 學生 包括 博士班的學生 在這個 統治者的底子下 你們有 法律權利 當學生的 法律權利 如果沒有 那你們應該要 好好思考 怎麼樣去 爭取到 真正的 對我們自從 謝謝 郭立雄 對於權利的 可能 不同層次的 分析 首先 黃燕姐說 或者說 在學校裡面 譬如說 老師啊 那我擴充一點 譬如說 行政人員 或者是像教官 他們對我們可能 一敵一友 有的時候 大概有時候 勢敵一友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 怎麼樣去跟這些 這些老師相處 是不是有什麼 你們自己是怎麼相處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建議呢 因為好像 一位的敵對 或者是說 直接 就是直接衝突 好像不是 不見得是最好的做法 那這是黃燕姐的部分 那 那個 那個 老師 老師是覺得說 其實 比如說 私立學校 或者是說 職業學校 但是這幾年 不管是教改 或者是社會環境轉變之後 其實是比較能夠 比較有能力去 拆個社會環境 或者是改變自身 他自己的聲音 能夠被發出來 那你們自己的觀察 覺得是不是這樣 就是 他的聲音 是真的有比較發出來的嗎 還是只是因為 比如說 也有 好像也有可能是 就是真的累積到一定程度 然後包 就是 正常能量施放 那他到底是真的有在改變的 這是改變的證照呢 還是說他可能只是正常能量施放 或者是說 你們對於 所謂的 櫃子 可能 我可能應該櫃子 櫃下來 所謂的櫃子 所謂的櫃子 櫃子學校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這可能也是可以補充的部分 那 第三個問題就是 維里兄所講的 那權力可能有不少層次 那不知道大家在爭取的權力 你們 你們想到那種權力 應該要有哪些層次 那 你們做的又實際上是 到什麼樣層次的 這個權力證據 那 那可能就 就解 那 我先問一下老師的問題 就是 其實在 反國光的時候 就是 在反國光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 師大 某中的 搞工生辦櫃 有一個反國光長座 然後 其實他有指教老師 是的 然後 然後 就 因為他只有邀請 五校學生 然後五校我們就不接了 他只有邀請五校學生 那是 他說 請問一下你們 我是那個高光學生 是不是不在你們的邀請 身內 我可以去看一下你們的長座嗎 然後 他說 因為我們 我們只有認識 那些五校的學生 所以 他們都不能讓我們不認識 不過 他還是走去 對 這樣總是 不過 在 就是 山下起來 因為 海水生比較不會 不常 在社會運動場的看到 可是在以前的 野百合的時期 是有什麼什麼 台北工專的 那個大牌子 就是那個牌子 出現 一些什麼什麼商專 工專的 那個 那些東西 就是想說 以前的 以前的 等那些 就是 技術系列的水深 都會站出來 那為什麼呢 現在 102年的 高職生站出來 會覺得很奇怪 對啊 就是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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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百合的 一百合的時代 都會有公開學生站出來 那為什麼現在 技術系列站起來 他就會覺得很稀有很稀奇 對啊 雖然 但的確技術系列的學生 是 在技術系列的學生 是比較少的 因為 技術系列的學生 在高職畢業的時候 只會收到 六 四到六個 社會學科的學分 那當然是覺得 高職就有二剛的問題 這樣子 好 最終環境的問題就是 嗯 就是要 到國學院是老師 對啊 就是他會不會覺得 自己 就是要促定那些 就是要 痛達那些照顧問題 其實有些照顧問題是 可以溝通的 所以你不要一起跟他 對話 你可以 你可以 把他當作一個 普通的人 然後能跟他聊天 但是他 所以是把他秉足 他的 君子的這個部分 其實 比如說君子其實 還是 還是有很多 叫光之六八九 對不對 也是可以不用 建立為主的觀念說 教官就是會 這樣這樣這樣 其實 以這種個人來說 其實是不太 不太常見啦 所以讓他以個人的成分 來發言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 支持的 那像老師其實也是 這個樣子 就是把他當成是一個 一般人去 對話 而且現在的 就是 教職 其實 仔細觀察那些 是不是可以在你老師眼中 然後仔細觀察 老師的發言 或是 有些 有些老師他們會講 同性婚姻 或是同性友情 還是 團能議題 就是老師 他會跟你團能這些議題 老師跟你去 可以好好把握 就跟他做 跟他做 你可能會遇到 跟我那個國文老師一樣 大所有人在他 跟我學生運動 之類的老師 然後他就很照明 對 然後當然要 要看好乖一點 然後跟 跟班老老師 你更好的 更好的互動 這樣會對你以後 我試鎮的時候 我也非常忙碌 他會照明 好 謝謝國人 那夏宇 要不要 回應某些部分 比如說老師的部分 或是 私立學校 或是你覺得 你自己覺得 你有爭取到 所謂文字權嗎 還是 就是目前為止 還可以其他 我想要真正的 是不是 黃燕傑還有 這位老師 如何做一些回覆 就是 以我自己 就是私立 私立比較 在學校的 一個情況來講 雖然說 我們有時候 可能會覺得 提示對我們是在壓迫 或者說 就是做一些事情 是很困難 就是算說 我們主持人家是很困難 但是我不能夠 否認的是說 就是雖然說 大部分的教官都 都很急車啦 然後都是很反動 然後希望你就是怪 然後想招出你的同伙 但是 不可以否認說 還是有一些教官 是會偷偷的保護你 或是是相信你 或是說認為你做的 這樣是對的 雖然說是很少數 非常非常少 然後 或者是有一些老師 他們其實 他們可能在表面上 不能夠支持你 或者是說 不能夠直接說他是挺你的 但是 相較於 就是一整個都是第一的環境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觀察說 哪些老師 是不是在課上 他想說 那個叉叉叉就是 不聽話啊 他就是 對學校有根本 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有些老師 他可能是模糊做生 或是說 有一些老師他會在上課的時候 把麥克風關起來 然後說 你們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他當我說的話 你們都沒有怎麼聽 然後那時候 我覺得 就是 你們那些學長姐 這樣做的事情是對的 那我認為 就是學校這樣做 是不錯誤的 他一直都在壓迫我的學生 那 那然後 他在講究的時候 那你們聽完就 他們都沒有聽過 因為可能學校的人 就是對老師 一定壓迫我們 那我覺得說 不要想說 要怎麼去跟 分辨說哪些是老師 老師是敵人 哪些是朋友 因為我們要考量說 在這個體制之下 一些老師有會 他們困難的地方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 明目張膽地支持你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善意 或者是說他們是認同你的 那我覺得其實 這樣就很舒服 那也不用那麼急著想說 我要去幹學校啊 不是 幹嘛幹嘛 因為反對就是 嗯 就是 我是覺得就是 如果事情發生了 那 你去做 那自然就會有一些力量 是再支持你 那也會很多阻礙 但是 不會說是 嗯 會是真的那麼困難 然後 這位老師的部分 就是說 就是關於一些 好像說 高職啊 或者是 技職體系 還有公私立學校的部分 其實我會想要把它放到 大環境的感覺 老師會說 就是發生這些學學問題 好像都是 私立學校 或者是說 一些技職體系的學校 那我會來看說 就是 不是 是 是有學生 有力量 把聲音 發出來 那在這幾年 其實我要講就是說 幾年之前在師大附中 就是 在師大附中 其實有過 學生看護 發行物 因為那時候他們學校旁邊 一般主題是要BOT 那時候也是有一些學生來 做抗爭 然後也是發行看護 在學校內有過討論 但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不見的是 有沒有那麼進步 或是不進步 很多時候是因為公益學校 他們非常的開放 所以他們並不會受到壓迫 就是他們是非常關於 比方說拿師大附中來講 我跟那位師大附中的 朋友在討論的時候 會說師大附中 因為太開放了 他們甚至不知道壓迫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不會提振到什麼是壓迫 所以他們看到別人被壓迫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那個是壓迫 那我還要再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家長和老師 就是教育的部分 非常的重要 就是比方說 我們在參與社會 或是在學校 放出邪嫌這個東西的時候 老師會跟我們說 學生現階段就是好好念書就好啊 不要管這些東西 甚至是說 有時候我想要請假 去參加一些議題 或者是講座 或是工作坊 或者是說去爬牆壁的時候 那我們老師就會說 我覺得參加公共議題很好啊 但是 你現在很資格學生 那學生現在就是應該 念好書 然後等到你長大之後 有社會定位還有努力的時候 再來想要改變這個社會 那這是很普遍的 就是不管是我們的家長 或是學校老師 會有 其實我認為最重要不是公立高中 或是私立高中 或者是 是不是技術體系這個問題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打破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 其實就是雖然說 Viu沒有很直接的在講 就是比較開放 或是比較保守 但是普遍來講 我們的家長 或是那些大人 根本就不希望 我們的小孩 有努力思考的能力 他們不希望小孩去碰我們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才是最需要被打破的 那不應該只是簡單的 用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去畫 因為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 教育房間下長大的小孩 其實不管是公立學校 還是私立學校 長大後裏都會變成 你不要碰誰會一定的小孩 謝謝 謝謝 謝謝翔宇 那接下來陳樹華 好 那我就先回應一下 目前各位先生的 就是 你在這邊談的可能 你們之前有提到嘛 能不能成立社團 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 根本就 根本就不是應該法規保障的 是 他們本來就是 你們該有的權利吧 為什麼 一群人聚在一起活動 都要你限制呢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他會受到損害 是一件還蠻令人意外的事情 當然這是關於 雖然這件事情嘛 那如果能夠有法規保障的話 並不保障的東西 畢竟是 畢竟是比較 比較能夠有那個 安心 那 我在分享一個現在 同樣也是 十月初立法院公立會的 進展 那 就是 他們是有在 決定要修 就是 目前還沒上路的高級中學法 目前還沒上路的高級中學法裡面 它是 幾個月前 應該幾個月前 剛通過 然後準備明天上路的一步法規 那可能 但是 真正是有點佛教 想要設定出來的 那 目前呢 那一步法規裡面 其實還有一些輸入法 那是第百工程會的時候 其實是提出說 包括 包括 包括學生代表的席次 然後還有 學生 學生權利益 這兩個東西 都應該要放進 新版的高級中學法裡面 就是 當時提到的內容 然後再來就是 那廠第百工程會裡面 有PE教育部做出 就 透露出更遠的資訊 就是 教育部目前在 預計在明年底 要去 提出 大學法的修正案 然後裡面也是希望 目前我們也是希望 能夠把那個 學生權利 放進大學法裡面 就是目前的位置 在 我在 剛剛提問先生 應該也是蠻 蠻希望能夠 有 讓學生權利益法的訴求 那目前為止的 進展到這一塊 那除此之外 我還希望能夠回應一下 當然 黃金姐的部分 就是 當然是聖子前面兩位啦 那 我跟教官 我當時在跟教官們聊的時候 也是跟他們說 就先卸一下他們的職務 然後去談 想知道一下他們的觀點 類似這樣的方式去跟他們聊天 那 聊的過程中 我就覺得 不一定要完全把他們當成敵人 來看 或許在 或許在職務上 然後 在我們很多 校園面遇到的 校圍 校圍跟教程的部分 他們好像是 就是 所當警察的老師 不是來執行公司 他們一直在執行而已 真正的角色 誰是放在客戶後面的 行政人員手上 所以 如果 在談校圍的時候 不一定要把校圍 當成所當 其中的一下 那 可是也不一定 真的是請 行政人員跟老師們 拒絕訂了你 你校圍這樣訂 其實就是 之前 很久以前訂的那個 物理奇妙的東西 一直延期到現在 他才實現這麼多 奇妙的東西 那 我們在 高中學院裡面 想要輕鬆的話 其實要想的是 要去 不是要想敵人有多少 而是要想 到底要拉到多少的同伴 才能夠 去改變這個制度 那 或許 希望哪些東西可以修掉 然後哪些東西 可以 得到保障 那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要跑 跑力環環環 好像還破解太困難了 可是如果是 效量度大增的話 去找 去找 能夠 有決策選的老師們 作為結封對象 其實也是不錯的一點 當然 當然有些老師 可能需要很多時間說服 你就可以放棄這個結封對象 對 然後 最後還有一個 滿重要的點 是 家長的部分 你剛剛提到 這兩位行動的 他們其實 背後 都有家長的支持 那 雖然 我們都相信 高中真理其實是有 自主能力 自主感受能力的 可是 其實學校很多時候 在你做學學院中 就有時候 快是會把家長出來 然後說什麼 家長我用不就OK啊 家長說不行啊 都不幹什麼啊 家長知道怎麼辦 他們是 學校長拿出來講的話 那 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要在學院 可以怎麼改變 得到家長的支持 就是滿重要的 想要 如果你覺得什麼事情 是不對的 然後覺得什麼事情 該改的話 或許可以先 向我朋友看 至少大家知道 可能會 可能會 你的想法 然後 可能就轉變為一個 潛在的支持力量 而且還是很重要的 支持力量 然後最後是 最後要講什麼 啊 最後我要講的是 雖然前面講了很多 所以我想說 我只講到 我們在高中裡面 遊戲高一高二的時候 你想要做什麼改變 你要好好的 評估過 那些事會不會影響到 你這種環境 但是 如果你 評估過覺得 你確實可以做 然後 你也很希望改變這件事的話 那就下去做 真的下去做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你真的做過之後 會發現 本來以為 動物關係這件事的同學們 他們 就跳出來 開始 回應了 因為這件事 只要有講出來 可能會有 會有人 會有人回應 那譬如說搞不好 你 不只算搬上 伺服穿的東西 你知道 也許 走水爪 突然大吼一聲 你要講的東西 搞不好 然後隔壁對面 就產生 就一個回應回來了 不是說不定 就是 我現在才會發生的事情 也是有聽說過 所以 真的要做什麼事的話 不一定要 如果確定 自己身邊的人 都OK的話 不一定要 顧忌很多 你想不到的人 搞不好 會有很多 你想不到的方法出來 就是最重要分享 好 謝謝 陳世華 那 好 那 還有人要提問 可能最後一輪 就是 兩 兩位吧 一個是分 發言 我 因為有蠻多的舉手 我們就盡量 以這兩位 就是 沒有發言過的先 先 沒有發問過的先 先 沒有發問過的先發問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可能參謂住兩者 就是 今天 討論到很多關於 學生權利或 學運 以及我們怎麼去 可能抵抗一些 不公平的制度 那 想要問一下 主張主張者 你們 對於 學運 或者是說 一個 學生被抗爭 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 以及 當我們再提到說 剛剛 師傍他剛剛也提到 提到說 我不知道想別人有多少 我只要想 我也可以讓我跑 好 那 我們可以讓他多少同案 這件事情 或許 我們可以回頭看到 一個學生 該如何去 具備一個 光明素養 或者是 我有一個 對於自身權利的 一個 要求 或者是說 我覺得 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權利 那 我想請問一下的是 你們 怎麼去 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 看待 一個學生 該去的公明素養 那你們 或是靠教育 或者靠一個 女朋友 去影響其他人之類的 那其他就是 他會有辦法 這樣子 好 燕如 你是不是也有 有問題 其實我稍微可以想一下 是 我們曾經有參加過一支 高中的時候 參加一個 煽動現場 然後我那煽動比較特別一點 是我們 可以達到 包吼 就是當一個 因為我學校是一個 成本畢的高級的學校 就是當 操績被我用的時候 如果會不會到 人民來泡泡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的 就是校長過 新任校長 上任校長過 實際上 現在在校長上任 然後他在學校被採取 很激烈的強壓手套 或者只好 我們就是 學生在民校吃早餐 然後也都准在民校睡覺 然後把學校的 走向從 周園發展 變成 然後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 這個法律的Sense 或是我們權力的一些Sense 但是我們最基本是 我們生活所要干預 而是一個 最集團的抗爭的活動 然後 比較特別的是說 為什麼可以達到 直接暴動 但是我們花了錢 沒有花到很長時間 在做學校的 創意的活動 包括 因為有很多 我們知道很多老師 會對上任或設校長 有一些感情存在 因為設校長做人還蠻好 那有些老師就會有一些悲哀的情緒 我就會去找那個老師 就是跟他建立關係 其實我們就有學生 就已經開始在 刺探這個 這個現在的形勢走向 然後包括 因為我的 我念高中都是2002年 所以那時候沒有什麼臉書 沒有什麼五秒 沒有什麼 人非生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 我們學生的創意 是怎麼做呢 我們面對面的他 所以其實老師也 不知道 教官也找不到我們在這裡 所以我們都做面對面的 跟搬上幾個學校的 橋員或是同學 去串理的動作 所以其實在這個暴動發生之前 我們已經串了一個半年的時間 我們已經在做一個很好的部署 只差那個 開內窗的時間 結果後來 後來這段時間 就是學生開始去打游擊 因為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營造一個風起 就是去攻擊票場 是一件 是一件被允許的情境 然後加上 因為這家車我們就要開天平 我們學校方園 只要百公尺是幹正遠 然後我們校車有32輛 每天的上下學 都比畢業便利的機場要大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太天僻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一些串聯的活動 然後後來我們開始在打游擊 包括有些學生就是穿拖鞋去升級電力 然後或者是在校長講話的時候 直接在後面舉大步調 校長下台 就是有一些就是現在這個白 就是遍地開花在我們 那個學校是在做的 然後我們把校長之後 那個校長真的受不了 有一天就是期間我們那一屆 就是看上去最激烈的 就是我們那一屆的學生 然後去那個校園 去校長的時候訓話 然後罰站一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在等待 那開第一槍的時間 然後剛好他做這個時間的時候 太好了 我們就開始三天級 我們那時候已經高站 然後全校開始 那我們那一天開始 就在校長上暴動 然後校長在私立台上面 然後我們就包圍私立台 然後就跟老師 馬上把校長都給起來 因為很怕我們 很怕我們去打校長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的學生就來這裡高福縣 我的同學回去是要殺豬根 是要拿著櫥頭 然後去做芭樂的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個桌子拆了 然後拿那個木條 然後補 拿這個木條 我會做私立台 然後我們都跟在私立台前面 然後被我校長 就是所謂的 當外層沒有用的時候 會被拋了 這個一樣 然後那個時候高一高 已經串聯好了 所以他們就從五頭 把課這個五槍丟 然後那時候老師也已經串聯好了 所以老師就說 那這第二步驟有沒有看到啊 誒同學還記得我們去上課啊 然後又繼續在校園 就在教室裡面 泡茶 因為老師眼睛就是 大概知道什麼狀況 就是那個情緒已經營造了 半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其實如果說是在 這樣的一個情境裡面 就是我那時候 學到兩件事情就是 串聯 然後營造一個主流的情境 那個時候有很多 去曉得那個時候 叫外面跟我做很多事情啊 然後包括就是 上課中用具訓客 用一節訓來訓話 但是他訓話前十分鐘 我就從教室走出去 因為要防止他繼續訓話 就是我們在場 其實那時候是很多 很多的一些事情啊 包括教官還把我留下查看啊 扣留啊 留在教授室啊 留在教授室啊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 學到最大的經驗 就是串聯跟營造主流情事嘛 對 這是我分享 好 謝謝非常精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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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時間不太多 所以我們可能 就是請這三位 先做最後的一點回應 跟總結 那接下來我們還會有 就是還會有一些時間 大家會後 那今天可能也可以開到一點 對然後我們會後可以再聊 很多 我也有很多人想分享 喔可以開到兩點 好 那我們先請三位 那大家有個小學來發 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麼地方的事情 還是怎麼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三個先講 好 那我歡迎這位先生 四肝抵蠟 一部分是學生運動 一部分是公平素養 我直接先講學生運動的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學生運動 他沒必要特別 拉出來做一個 特別的運動 或許可以說 我們正經學生的東西叫做校園運動 但是我認為所謂的學生運動 就是有學生參與的時候 會運動 或學生去參與的時候會運動 那這個運動這東西不是很正常嗎 就是我覺得有什麼事情 應該做然後去做 就這樣而已 所以 就只是 因為是學生身份 特別的標記出來 但我覺得 如果把學生運動這個想法 拉到公平素養 就有意義了 就是我認為越猛勃的學生運動 在學生時期 越能夠去提升公平素養 就是讓大家能夠發現到 原來我這樣做是有用的 可能 我找三五個同學 然後 覺得哪些事不太對 就分別的去 打幾個書室 串一下門子 他們 他們可能 一開始覺得一個人過來講沒什麼 可是 五個人過來講他們覺得有什麼 然後覺得十五個人過來講 可能就該被跑分了 那搞不好 來個書室 在招會的時候 都覺得他們應該做什麼事 然後就產生效果了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種形式的學生運動 而且 這種游擊的方式 是對學生來說 它成本非常低 畢竟是形容學生 我們隨便找都找不到 學生運 學生法是不是 就很多啦 好 謝謝哲學 那你們有沒有要最後總結的部分 我知道 我知道剛剛相宇有講過 但你們看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如果沒有特別要補充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感謝三位 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也因其實 一發會有學的討論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會有時間 可以背後分享 那我想大家應該有很多 有很多想要講的事情 對 那今天就謝謝三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